机场安检怒丢小孩卡通玩具 美好假期蒙上污点 看来每个去过美国的人 都经历过美国安检人员恐怖的面孔 美国宾州一位小男孩 莱维·日科阿 日前在过机场安检时 不意外地也在他幼小的心灵中 印下永生难忘的心理 当时小莱维生平第一次去 佛罗里达州迪士尼乐园 他的舅舅买给他一只 巴斯光年造型玩具手臂 瞧他乐不可失的 但是当莱维与父亲大卫回家途中 经过罗德代保国际机场时 他们被机场安全人员叫住 告诉他们不能把这把 枪械复制品带上飞机 不管怎么看 这只玩具都不像是一把枪 当时这个家庭没有行李托运 这表示这把玩具手臂只能丢掉 想当然我们的小莱维为此大哭一场 让他永生难忘 机场安检脑残乌龙又得一分啦 该机场安全人员称 目前正在评估这起事件 大家觉得这起调查的结果 会是如何呢 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